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提供大家天气方面的消息 目前台湾西南近海有较强对流云系发展 并且往陆地移动当中 因此高雄 屏东以及恒春半岛 容易有短暂性的震雨或者是雷雨发生 要留意瞬间较大的雨势 雷急以及强震风 且南部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 接下来来掌握外电消息 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波士尼亚 因为连续下大雨 淹水灾情不断地蔓延 中部以及北部多个地区 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 家门前原本蝉蝉小溪突然暴涨 变成夹带大量黄沙的滚滚洪流 附近居民吓到整夜不敢睡 墙上留下清楚的水痕 可见前一晚的水位 淹得有多高 被在巴尔干半岛的波士尼亚因为连续大雨来袭 造成河川暴涨冲垮提案 北部和中部地区大范围淹水 多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不少民众趁着雨势稍微停歇 赶紧抢救家当 不只民宅被淹 原本的绿地转眼之间变成大池塘 旁边河道的水还一直不停涌进来 从空中往下看 清楚看到洪水泛滥程度 一栋断红色屋顶的民宅全都泡在水里 大片农地和低洼道路也都被淹没 这场水患也造成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学校停课 更引发土石流 冲毁道路和桥梁造成交通中断 气象预报表示 雨势还会持续下 当地政府周二呼吁住在河边的民众 赶快撤离 大海新闻黄敬平编译 美国德州休士顿当地船运水道 发生三艘船相撞的意外 还出现油污外泄的情况 目前 相关单位正在建立的 阻止污染扩大 同时进行环境监测 海上一艘红色大船中间 赫然出现一个大缺口 像是快断成两半 水面上也拖着一条长长的 黑白胶杂的痕迹 散发出让几里外居民 都闻得到的恶臭 德州休士顿市 还在和前几天大雨 引发的水灾搏斗 结果在休士顿港的船运水道上 又发生一艘油船 和两艘各载着 两万五千桶重组油的 货运平底船相撞意外 其中一艘翻覆 但另一艘却露出九千桶油 休士顿港救灾团队和岸上防卫队 也在密切注意另一艘平底船 有没有出现漏油 日以剂业设置燃油栅栏 防止污染进一步扩散 另外也有相关单位 监测周遭空气品质 目前初步研判 污染程度并未对大众 有利即性的威胁 监测单位也收集海水样本 送去化验 估算这次漏油污染会持续多久 目前部分船运水道已经关闭 还不清楚何时重新开放 船只相撞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上个月复活节 发生针对基督徒的恐怖攻击行动之后 陆续还发生了多起 针对穆斯林的报复行动 当地政府宣布连续两个晚上 全岛要实施宵禁 走到一户住家前 最近经常发生在斯里兰卡 民众的生活可以说是不得安宁 联合国的人员团体就警告 当地的政府需要积极制止暴力浪潮 否则继续动荡下去 可能会回到武装内乱的时代 慈济政材团持续在东非国家 墨三比克进行封灾后的勘灾发放 志工们观察到 目前许多学校的学生 只可以坐在铁皮屋搭建的 临时教室里头上课 因此志工为孩子们送来文具包 让他们背着书包上学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铅笔笔记本甚至是书包 这是孩子的愿望 也是上课基本配备 但教室里几乎看不见 格拉萨马歇尔小学 受到一代气旋重创 整间学校几乎全毁 一间教室挤了将近50位学生 别说课桌椅 坐在教室后方的也是一块木头 学生们排排坐才能勉强上课 唯一剩的建物就只有 大概一个厕所跟两面墙 其他的部分都已经全倒了 现在就是使用一些屋顶 掉下来的铁皮来做 它的建物使用 铁皮隔成五间教室 一到七年级轮流使用 此起彼落的朗诵声 穿梭在课堂间 学生造习以为常 有些学校都在外面 所以当这件事 这件事的梦桂 也没有太阻挤了 因此我们试试 这间房子 至少进入 因为外面已经没有太阻挤了 其他学校都在外面 那些学校都没有太阻挤了 甚至前的《迪士兰》 都没有太阻挤了 其他学校都在外面 所以这次的梦桂 我们没有太阻挤了 所以孩子都应该进入 一间房子 有两个学校都没有太阻挤了 列入园建学校 不过想让孩子安心上学 慈激志工先送来了文具包 我们提供了两色的原子笔 红色跟蓝色 三支铅笔 一个比较大的橡皮擦 小小的一个削铅笔记 让他们可以做削铅笔记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可以拥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书包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大家可以安心地就学 志工还特地安排一堂校勤课 由孩子替父母洗澄双脚 妈妈的情绪也认不住快题 这是志工教会学生的第一 一句中文 不仅难忘 也在全校师生心里 铺下了最完美的乐曲 答案新闻理事宣电影中 莫三笔客报道 焦点回到台湾 人口老化 老年人口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有立委就提案修法 希望大众运输的对号座位 可以保留一定的比例 给年满70岁以上的老人 以及中度以上的身心障碍朋友 并且由主管机关来补贴预算 不过交通部就认为 现行已经提供优惠票价的补助了 如果再增加保留座位的话 恐怕会压缩到其他民众的 购票权益 我们是老人票呢 我们都是老人票 三五好友结伴出游 不少退休的银法族 利用货车爬爬走 有立委提案修法 针对大众运输的对号座 希望能保留一定比例的座位 给70岁以上老人 以及中度以上生障者 看有的有需要的就是要 有的就是不需要 有的人当给他做他也不做 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座位的话 希望他们就自己去买对位票 如果保留没有那么多少人 只要做怎么办 担心压缩其他旅客购票权益 不少人认为没必要 检视国内大众运输 捷运并没有对号入座 也提供博爱座 高铁以及国道客运对号座 禁止站立 高铁的自由座车厢 也有提供博爱座 符合修法的 仅有台铁的对号列车 但如果由主管机关 编列预算补贴 交通部认为还是维持现状 预算非常的高 一年到81亿 所以现行我们都是以 这个交叉补贴的方式 并没有损及老人 身战者及业者的潜意 因为车厂都有 轮椅跟爱心配搬坐 我们就利用这种 订票剩下的这种踏额 这种空间 来对老人家的协助 台铁表示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 能及早购买对号座车票 如果还是有长者临时购票 可以直接洽询服务台 尽量安排座位 也会请列车长协助旅客 大家请问李杰宽台北报道 下个月计划到动物园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营运30多年 几乎全年无休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下个月6月19号到6月28号 这段期间要暂停营运10天 原方将进行大规模的修缮 另外猫空缆车 下个星期一开始 进行维持16天的年度检修作业 维护系统的稳定度 搭上猫空缆车 宝兰北市风光要趁早 因为年度检修将从下周一开始 长达16天暂停营运 北杰公司指出 猫兰检修多半安排在5月 除了避开6到8月落雷季 也能抢在端午假期前恢复营运 缆车最重要的两个核心 包括握锁器以及锁轮组 都必须在暂停营运的时候 才能进行检修 猫兰车厢总共147个 检修大项包括竹马达的 年度大修 变频器更换等设备更新 以及载重运转等年度系统测试 确保系统安全及稳定性 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 不止猫兰还有动物园 过去只有除夕修馆 几乎全年无修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将在今年6月19到28号 一连放10天长假 再经过iVoting投票 有高达9成8民众 都赞成动物园增加 不对外开放的时间 而这10天园区可没闲着 像玻璃或是采光罩 这种其实长期没有清理完 其实都会影响 不管是游客参观的品质 或是植物生长的品质 这个都是我们 可以立即去做一些改善 那当然还有就是 对于动物来讲 增加它一些行为 丰富化的一些设施 动物园统计近10年入园游客 1月平均61万人 2月搭上春节假期 人数冲高到82万 而6月因为是暑假前属于淡季 选在这个时间修馆 希望降低对民众的影响 园方也会进行 全方位的整修及保养 提升游园品质 也提供动物更好的照样环境 带巡航经理健宽台北报道 台湾可以说是水果王国 许多水果是香甜可口 尤其现在夏天 盛产的水果有凤梨 西瓜 芒果等等 甜度都非常的高 只是不小心的话 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 医师特别的提醒 有糖尿病 肝脏等疾病的民众 千万不要摄取太多 凤梨 西瓜 哈米瓜 夏天水果又香又甜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我对水果没有什么禁忌 因为什么水果我都喜欢吃 凤梨 西瓜 然后木瓜 现在木瓜很好吃 甜蜜的滋味大家都爱 但小心别过量 哈米瓜 或者是芒果 或是凤梨 那有些熟的香蕉也是很甜 最好的分量就是大概吃 一颗拳头这样 一份大约是一颗拳头大小 或一般饭碗八分满 不过糖尿病或肝脏机能 有问题最好少吃 糖尿病的病人很容易就是 吃水果就是造成它血糖控制不稳定 大部分的果糖有肝脏代谢 如果代谢不完全 就很容易形成脂肪肝 或是造成肝脏代谢上多余的压力 以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的凤梨为例 除了凤梨酵素可以帮助消化以外 还有抗发炎 抗氧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好处 不过有胃溃疡 低血压 蛋白霉过敏的人 要格外小心 专家提醒可以选择 升糖指数较低的巴勒 葡萄柚 蔓越莓或蓝莓 而且不能以水果代替蔬菜 尽量选购当季本土生产的新鲜水果 就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大爱新闻 黄正明 郭继宗台中报道 除了水果之外 台湾的环境似乎也很吸引人 系列报道我的宝岛梦 台湾的生活步调非常特殊 还有人情味以及居住环境 非常吸引不少国外的民众 最近更吸引年轻朋友到台湾创业 尤其是香港人 原因是台湾的创业门槛 租金等等都比香港来得低 于是不少的香港朋友 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实现自己当老板的梦想 平民小吃鸡蛋仔摆脱樸实外表 摇身一变成为华丽美味点心 老板娘赵婉芝 原本在香港从事媒体工作 曾经派出到台湾半年时间 因为喜欢甜点也要一元开店梦 于是凭着自己累积的人脉跟经验 开了这家店 小店面走可爱风 地点就在知名台北市信义区百货商圈 月租不便宜 但以赵婉芝的香港标准来看 台湾的物价水准非常亲民 比如说这边像是香港的中环区好了 就是最黄金地段 然后这个贵位这个坪数 这个没有到两坪的坪数 大概要四五倍 如果就是跟香港比起来 从员工变老板 在台湾创业对赵婉芝来说 是离乡背井也是背水一战 但这个宝贵的台湾经验 也让他一举反攻香港 冷短半年内就在香港开了两家分店 现在他生活过得更自在 也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魅力 在这边创业一年半 我觉得这边人 就是很多人会帮你 因为知道你是在外地来的 然后还有我觉得这边 说实在这边生活水平 就是比较不会太高 会比较不会有压力这样 逛街时您发现了吗 操着广东腔国语的香港人 越来越多 手机维修业者陈毅 今年38岁 在香港长大 在家里加盟的超商帮忙 原本想在日本创业 不过娶了台湾太太之后 不想昏隔两地 一年多钱带着七小到台湾创业 不太喜欢香港这种生活 也要哪个时候 其实都会想 不如自己可能去 当作换一下环境 也要陪他过来这边生活 经过一番家庭革命 陈毅来到了台湾 短短几个月 看上了五分浦附近这间小店面 把香港积蓄用来开店付生意 香港人的话 过来这边 有一笔钱 先过来去创业一下 我觉得是 不会受很大的压力 大小的话 其实可能换成台币 可能都要 应该二三十万左右吧 但是如果你现在 在台湾好像现在 目前这个店面的话 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价钱 陈毅观察 即使不少香港人到大陆创业 但竞争非常激烈 反观台湾 不大也不小 如果能在台湾成功 自己就心满意足 因此台湾 成为他眼中的幸福港湾 下一步 他准备好买房 给一家四口更安稳的生活 香港薪水跟台湾薪水 其实真的也差蛮多 但是你如果在当地消费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算是合理的 社群媒体脸书出现 香港人移民台湾路公开社团 像陈毅一样身份的同乡 会在这里彼此经验交流 看来移居台湾 已经成为一股风潮 2019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公布一份调查 有34%香港居民打算移民或是移居外地 最多人想移民到加拿大 其次是澳洲 而台湾排名第三占11.3% 距离语言通 台湾成为香港人移居的前三名 许多香港居民还只有移民想法的同时 一群香港移民已经在台湾努力地寻找归属感 5月是感恩的月份 慈祭美国总会举办了御佛活动 同时也是美国慈祭30周年之夜成果展 前程礼佛的同时也传递行善行效的重要 科技的底蕴有慈悲 朱文祥处长认识大爱感恩科技 也参加御佛感受甚深 慈祭还有佛陀的教诲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武卓乱世 取得一个清静的心 一个理智的脑 更重要是一个广大的爱心 慈祭美国总会将核桃教育园区篮球场 布置成法会道场 大众凝聚前程心声 共募佛恩 感念亲恩 敬谢众生恩 行效不能等 行善要把握 人人捐低之爱 持缘苦难之处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公美国报道 去年的8月份慈祭在韩国成立联络处 今年第一次在会所举办了育佛活动 许多人都是头一次参加 尽管仪式简单 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 育佛台上鲜花香汤 宇宙大决者助力其中 此期韩国联络处首次举办育佛活动 参加培训的志工还有地方议员 以及驻韩国台北代表部也都派公使来参加 让我们沐浴在佛陀的磁光里 让我们的人生随着佛陀的正能量 不断地升华 相信大家都可以从今天的活动当中 感受到平静 喜悦和感动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 仪式简单 感受却很深刻 会后大家也发挥爱心 为非洲慕心慕爱 5岁的李尚浩也带着主统回娘家 除了在首尔 慈激志工蒲冬谢 也特地回到台湾 陪伴韩国驻台北副代表 洪传昌公使参与中正经验堂 育佛大典 尽管是两地奔波 因欢喜结缘 他们幸福满满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综合报道 花莲慈激医学中心 和国家合作发展基金会合作 来自非洲国家史瓦蒂尼的小儿科 妇产科 妇产科医师还有助产室 目前在花莲进行医疗训练 昨天他们跟着台湾在地的医护人员 到了秀林乡 了解偏乡医疗的照护模式 来自非洲十瓦蒂尼的小儿科 及妇产科医师还有助产室共7人 来到秀林乡卫生所 实际了解花莲慈激医学中心 儿科偏乡完整的情形 他们那边的地区性 他们也是属于部落型的 台湾以前三四十年代的医疗环境 其实跟他们现在的医疗环境 是相似的 也让他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不会是只有在治疗疾病 疾病发生之前的预防 我们就要先做 这边评估完了之后 那接种的人是谁 详细说明从怀孕到生产的状况 以及新生儿预防接种 和如何向民众宣导健康胃教 甚至是在非洲常常发生的 青少年未婚怀孕的相关措施 好让这群医护人员 回到家乡时能发挥所学 特别是我们从一个教育中 回到十瓦地尼后 他们的目标是开设至少20场训练课程 对象将涵盖全国四个区域的 妇幼照护人员 为当地的妈妈和宝宝 许个健康的未来 戴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华联报导 中文字幕志 华联报导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中国大陆激临绝种的白头夜猴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